桃园市长郑文灿也证实在桃园龟山区某科技厂有移工确诊再报群聚感染 带您掌握他的说明 另外针对龟山某职场的这个移工确诊的部分来特别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在4月7号晚间呢有一位移工快塞阳性之后 随即安排PCR做裁检 那卫生局也立即针对移工的宿舍 以及这位移工较长接触的人员做裁检总共123位 那其中有107位的移工跟15位的台籍 那我们也针对这个相关的移工来做一个匡列 我们也将同栋的宿舍以及跟同部门的移工总共有38位 我们匡列居隔以及到集中检疫所来做隔离 那在这个裁检过程当中有16位是阳性 那不过也是我们匡列居隔当中的确诊 那目前我们已经针对职场做全面的扩大PCR裁检 总共裁检了438位 那目前检验中那累积我们匡列居家隔离呢 总共有103位 那也针对所有的宿舍以及厂区也完成所有的清销 那我们市府也会持续的来注意裁检的结果 以及员工的健康监测管理的情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